选前之夜 台新金控董事长吴东亮 前往财政部再次展开协商 由于双方在2005年的事故公文当中 以及独立董事的席次上面都各有坚持 因此谈判依旧没有结论 脸上堆满笑容 台新金控董事长吴东亮 在总经理与张颖董事陪同下 充满信心踏进财政部 双方闭门一谈就谈了将近两个小时 不过结果又是 没有达成任何共识 因为他们也没有提出 什么新的方案出来 所以今天就没有办法达成什么共识 官民双方频率不对 各说各话 读懂席次各有坚持 结果又是一场空 吴东亮日前接受杂志专访 泪眼控诉九年前张颖的事故公告 是自己买到史上最贵的三张纸 28号协商他也带着杂志 要财政部针对公文的定义做解释 但双方看法依旧出现分歧 而针对张颖总经理全力遭到假空仪式 双方倒是有进行讨论 我们希望我们派的总经理在那边 是有权有责的 比如说他们的一些重要的人士 如果能够让总经理也一起 有参与讨论的机会的话 那么这样子的才不会说 完全由某一个人来主导 当然他们表达是比较讶异 说他们不知道 他们也认为应该不会这个样子 那这个部分我们当然一定把 法人代表跟我们讲的 我借那个机会也一定跟他讲 12月8号张颖改选之前 台新如果有新的解决方案 财政部表示欢迎再来 台新在会后也发表简短声明表示 离张颖董事改选还有10天 其他财政部本着公告与公函的精神 沿逆可行方案 双方都不排斥进行下次协商 不过官民各持即见能否一中求同 就看谁愿意让步 有点TV五家邱欣怡台北报道